大家好,现在是2023年11月24日星期五,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护身指数是一个集体下跌,虽然指数的跌幅不大,但个股的伤害很大 同时对于今天上午的下跌,我想大部分人应该都和我们一样,有些莫名 那我们就现在已经获得的资讯,来拆解一下,看看可能是什么原因引发了今天上午的下跌 首先,我们看到上午的下跌,应该是源于外资的无差别沙盘,盘面上几乎是所有的行业板块都走落 但从昨晚到今天,北京没有公布任何宏观经济数据,所以外资的这次沙盘,应该不是宏观经济引发的 其次,今天上午的亚洲市场,除了港股和A股外,其他市场的表现都还好 所以,外资上午的沙盘应该也不是全球经济或者美元引发的区域性波动 换一个角度,我们查了一下 今天开盘前,关于A股的消息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据报道,中国正在考虑通过无担保贷款,为建筑商提供前所未有的支持 并可能首次允许银行向合格开发商提供无担保短期贷款 这条消息,对于银行板块来说,属于利空 但银行板块今天上午没有跌,所以,不是这个消息引发外资的沙盘 第二个,世卫组织与中国卫生当局举行了会谈 其中要求北京提供有关中国北方儿童呼吸道疾病激增的数据 但中国卫生当局没有报告疾病表现的变化 此外,中国卫生当局表示 呼吸道疾病的增加并未导致患者数量超出医院的承受能力 并且,包括北京和辽宁在内的地区尚未发现异常或新型病原体或异常临床表现 上午我们查了一下,这次的这个疾病,好像不单是北方,中国大陆其他地方好像也有 而且这个病据网上说,可能是新冠或者其他原因引发的支援体感染 患者,一般都会转换成肺炎 然后对比盘面上,今天上午有所表现的板块,像预制菜,社区团购,病毒防治 从这点看,这条消息对市场有影响 再来,既然这个消息对市场有影响 那会不会是这个消息,引发外资无差别沙盘的呢 我们认为有可能,因为考虑到,目前并不确定,这个疾病是不是新冠变异引发的 再加上北京当局,也没有回复世卫组织的文讯 同时,北京之前新冠的封城,让外界是害怕的 所以,我们怀疑,今天上午,外资的无差别沙盘,会不会是因为外资担心 这次的疾病,可能会引发北京再次寄出,类似于封城之类的非常规矩措 暂时,这是上午我们检视所有信息后,目前唯一能想到的解释 但是,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么我们估计,如果没有意外 经历一个周末后,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就会被市场所消化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具体情况,我们今晚再聊 谢谢